2.23最新科幻烧脑美剧《羊毛战记》震撼来袭 影片的设定无疑让人眼前一亮 如果《楚门的世界》讲的是一个人的悲剧 那在这部美剧中所有人类都将是《楚门》 在未来世界因为爆发了一场生化战争 幸存下来的人类只能被迫生活在一个名为统仓的地下城里 在这140年来曾有少数人想要重回地面 但无一例外都被活活堵死 地下成为了人类最后的归宿 由于统仓里的资源匮乏 这里的人们也被强制实行计划生育 想要生育就必须进行抽签 小美与警长好不容易才抽到了名额 然而当即找到医生 让她帮忙取出了小美体内的节育器 但随着两人一次又一次的努力 小美始终没有怀孕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 小美还是来了月经 这让她一度怀疑警长能力有问题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老太太找到小美 老太太告诉小美 她不能怀孕并不是警长的问题 而是这里的领导者不想让她怀孕 老太太说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小美把听到的都告诉了警长 但身为政府部门的警长 跟政府没有半点关系 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小美的节育器 被医生取出了 怀不了孩子也只能怪他们自己 但就在当天下午身为工程师的小美 接到一个维修电脑的工单 可来到工作地点 对方却拿出了一个140年前的瓷盘 由于140年前发生过叛乱 所有历史产物跟书籍都被判军销毁 现如今藏有历史产物更是属于重罪 而面前这个瓷盘就已经足够两人吃牢饭了 但在好奇心的趣事下 小美还是帮胡子哥修复了瓷盘 可当两人打开瓷盘里的视频 两人都愣住了 统仓外面的世界竟然是一片生机勃勃 根本不是领导者所说的 到处充满毒气 小美甚至该是怀疑 统仓里的屏幕显示的都是假象 当天夜里小美久久不能入睡 于是一大早她便找到老太太 询问了她不能生育的真正原因 等警长下班回到家 发现小美表情严肃的坐在椅子上 小美告诉警长 他们不可能有孩子的 因为领导者只会让温顺一管教的人生孩子 可警长认为有些荒谬 小美拿出了刚取出的节育器 原来医生欺骗了他们 但看到小美出血过度 警长还是得去找医生帮忙 可等她带医生往回赶时 却看到小美正在餐厅向众人讲解真相 但人们根本不信 他们就像温顺的绵羊一样 认为政府绝不会欺骗他们 小美将众人已经无药可救 于是喊出了严令禁止的几个字 但凡说出这几个字的人 都会被流放到地面等待死亡 警长无奈只能跟小美做最后的道别 但在临行前小美告诉警长 如果外面的世界是一片死寂 那么她也认命了 但如果外面真如她所猜测的一样 她就会用羊毛抹布擦拭地面上的摄像头 第二天小美穿戴好了防护服 在警长的万般不舍下 小美被流放到了外界 而此时 统仓里的所有人都在注视着小美的一举一动 警长擦干泪水也来到了屏幕面前 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她彻底动摇 所以您的数据会用到最后的地面上达水也来到了屏幕面前 然后再订阅三个月 最后的地面上达水也来到了屏幕面前 最后的地面上达水也来到了屏幕面前 大线上达水也来到了屏幕面前